这是两千多年前,一场由华夏140多个诸侯国组成的生死淘汰赛 这些参赛国家的诞生,全部源自于当年,周圈子罚众灭伤以后的册封 而如今,王权衰落,强大的西周一去不复返 逐渐做大的诸侯列国,纷纷失控坦白 开始在弱肉强势的生存法队中突断熬战,直到角逐出最后一位胜利者 而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叫做春秋 下半场就叫做战国 春秋整个赛段共计294年 如果将其萌缩成一天,那么一天为1440分钟 按照294年计算,如此下来一年就约合4.9分钟 而在这激荡的一天中,我们将以春秋五把为主要任务线 来更清晰地为大家解说这场十世纪淘汰赛 零点整,周平王千都落役,西周时代正式结束 一触即发的东周列国生死淘汰赛,终于响起了开赛的终生 4.05分,去谋已久的中原郑伯,率先向周王室发难 以交换人质的方式,挑衅周王室权威,史称周正护制,离崩越患 5.10分,性无忠,质无意义 郑正爆发虚普之战 郑庄公以余力之刃,一箭射发的周天子 瞬间天下一片哗然,诸侯剑士纷纷争先参赛 5.25分,南方的金主雄通,这位曾错过和势必的铁腕处王 迅速拔剑举其称王,驾驶着大雏号南方战争机器,开始收割周边小国 而此时此刻,春秋赛道上,真正的守卫大赢家,正在骑入大地上 风车云马,飞逝而来 6.48分,流亡的公子就与公子小白,为回国继位,展开生子竞速 千军一霸之时,宛众一箭射中小白 而小白将既救济,靠假死顺利缓过公子鸠,抢先一步,反转继位,始称齐桓公 6.58分,齐桓公一笑闽伦愁,听到书牙之箭 带一箭之首的缓重为相,春秋守队最佳拍档正式出道 7.03分,齐国法鲁,长韶之战爆发,武将曹桂临危论战,一股作气一场胜多,成功化解卫夷 7.18分,齐军卷土重来,而三战三败的鲁博,再出其招 以刺客曹末在会盟之时,劫持齐桓公的方式,实现曲线护博 9.21分,九和诸侯一帮天下的齐桓公,成兵南方,大败楚国 5年后,以魁秋会盟,正式打出尊王兽义的春秋盟主大旗 10.15分,宛众驱逝,除神一牙作乱扮上 一代霸主齐桓公,过期萧强,在被困死67天后,才得以收敛入关 10.50分,趁机国内乱,寒话一线的人一知识宋湘公,被楚军以洪水之战打回原形,退至二楼梯队 而与当年小白,有同样流亡经历的晋国公子虫儿 现在,开始在秦国的保送下,闪亮上场参赛 11点整,为寻恩人借此推,一把火烧出清明节的虫儿,终于回到晋国掌权,使称晋文公 11点20分,晋文公足迹北上的楚国,并退避三射之诺的城堡之战,大败楚军,一仗扬龙力外 成功靠剑土之盟,成为春秋第二代霸主 11点29分,秦晋连种法政 而秦在郑辰竹之武的立地分析下,突然临阵射军 于是,两性之欢的秦晋之好,马上反目为仇 11点44分,冲儿之势 晋国取国扶桑,秦武公陕西正国 奇料,晋军涉服于小山,全间海旋回国的秦国兵团 11点54分,秦晋又起鹏拉大战,晋相公再次成功为年 12点06分,两次失败的秦武公,将东径改为西国 果然,退一步海阔天空,秦国顺利灭掉柔人等国,开辟国土千里 以西方诸侯之国的桂冠,永登春秋第三位霸主 12点16分,西北双雄,秦武公与晋相公投免二足 而此时生亡最早,却一直北上受挫的楚国,终于开始一被冲天 没错,不明则已 一名惊人的楚庄王,将口前大楚之剑,补充中原大力 13点25分,楚庄王攻打陆魂之荣 并与周都举行落一大阅兵,向周天子时闻求顶之众 13点50分,晋国召开黑壤之会,再次阻击楚国北伐脚步 14点05分,宁北之战爆发,楚国不敌境 然而经两年,楚庄王便重振西谷,以臂之战,战胜静国 成功竞技为春秋第四代霸主 18点25分,一轮又一轮的南北晋楚中原着陆战 终于以净楚共霸的模式,暂告一段落 而愈战愈强的楚国,即将惹到一个最不该惹的人 而此人归来之时,便是大楚的灭顶之日 20点23分,楚平王天性奸臣废无极,重臣武赦残遭灭门 四子无子虚死里逃生,投奔吴国公子光 吴国将在五元灭楚不愁三部曲中,拉开强国的序幕 20点43分,公子周朝拜老子 春秋双星大碰撞 数年后,老子南齐西出寒冠 孔子率总周游列国 20点58分,公子光于沙王自立 吴子虚之友,刺客专注以于长剑首任吴王辽 驻公子光顺利上位 史称,吴王和驴 21点13分,吴子虚七剑文景之交的孙悟 隐之山民的兵家之胜 终于带着孙子兵把横空出世 21点23分,吴越第一次罪异之战爆发 孙武大显神威 21点43分,吴孙最佳开档 吴战五劫,公募楚都已 吴子虚掘墓边师三百余回 一代复仇之神正式诞生 21点45分,楚城申包须起血七天七夜 中德勤国发兵火箭救出 最终,吴国迫于内乱与勤处夹击 选择宁金收兵 22点34分,吴越第二次罪异之战爆发 和驴御驾清征,越国勾剑派赶死队出其之胜大败吴军 和驴受伤而亡,太子复差继位 吴越世仇正式开战 22点35分,吴孙组合再度挂帅 驻吴王复差反击越国大败勾剑 22点45分,越王勾剑开城投降 长达数年的战俘生涯开始 23点整,复差不听吴子虚斩草处根巨剑 反中越成文重弥剑之际 孙悟在得知吴子虚,暴怒自我而亡后 心灰意浪,再次退一删灭 果然,五元一怒天下阵 吴国的报应很快便如其而止 23点30分,过心长胆 逃出生天的勾剑,开始学士复仇 23点55分,苦心人天不破 三千月价可腾吴,勾剑即将血洗不苏城 而吴王夫差,因吴远底下见吴子虚 自能双眼引恨自吴,吴国,彻底亡国下陷 24点整,非鸟静,杨公藏 灭无功臣范黎文主,生死了灭 而能共患难,不共享福的勾剑 则将徐州汇盟成为春秋五霸中的最后一位霸主 截止至此时,上半场春秋五霸的战绩分别为 越国拿下一国,七国拿下十国 秦国拿下十二国,晋国拿下十八国 楚国则已惊吞四十二国的成绩,成为全场最佳MVP 而在下半场,即将开始之际,霸业时间最长的晋国 马上要迎来重大变故,他将一化为三 改为由韩赵为三国 来继续参赛,春秋五霸的模式也将更新为战国七兄 并且整个局势也将从土地吞并战,升级为人才争夺战 一大批矿石奇才早已在吴家墨家鬼谷等血派中出世下山 他们或前赴后继,光复正义拯救天下 或只守黑白使天下为齐驹 与纵横百合之间旋转乾坤 一场百家争赢的巅峰决战 即将在下棋的战国篇中,拉开序幕,正式上演